黨魁證監會12號交鋒 郝龍斌將啟臣聚焦黨內改造 國民黨主席之爭 前副主席郝龍斌 及立委將啟臣登記參選 12號將舉辦候選人證監發表會 兩人正式交鋒 重點將聚焦在黨內改造 江啟臣要打造現代化國民黨 以國民黨2.0為目標 我的證監就是讓國民黨現代化 現代化的前面工作有五大面向 組織的點評化 我們宣傳的網路化 服務的數位化 經營的在地化 視野的國際化 讓國民黨現代化跟上時代 跟上比例 郝龍斌也將大開大和談論黨內改造 包含黨務改革 人事調整 年輕時代的培植 以及國民黨要如何接地氣等 這次黨主席選戰被形容為 世代之爭 郝正宜回憶年齡是客觀事實 主要還是看改革的議題上 如何跟年輕人與社會接軌 因此一直強調世代整合 認為變成世代之爭造成對立 對國民黨會很不利 國民黨中央會在5號6號 辦理點數資料查核 7號公布候選資格並抽籤決定號次 3月7號進行投票 兩強對決誰能勝出 12號的證監會講十一大關鍵 最終新台報導 現在來了 最終日都在新台 第四個月 第四個月